Hello 大家好 我是Jofia 那如果你还没看我的Shopee 99 unboxing的话 可以点击上面的资讯卡 那今天呢 我又来unboxing啦 unboxing什么呢 我们赶快接下去看 那我相信很多人呢 都会参加Youtuber Instagramer 或者是Facebook的一些抽奖 那这些抽奖很多时候都不小心 没有抽到你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参加很多 但是也没有抽中我 那我相信大家呢 就会和我有同样一个想法 就是觉得这些抽奖都是内定的 所以后来呢 就越来越对这些抽奖没有信心了 也不去参加了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 我在我生日月份的时候去抽奖 结果有一个外国的Youtuber 抽中我啦 决定就送我一个生日礼物 那这位外国的Youtuber 名字叫Claire 如果你也想知道 她平时是拍什么类型的影片的话 可以到我的资讯栏那边 去找她的Youtube Link 那这个包裹呢 其实寄来花了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就是7月到现在已经11月了才寄到来 途中呢发生了一些小事情 所以我没有收到包裹 但是当Claire知道我没有收到包裹的时候呢 她就立马寄多一份来了 所以这一份其实只花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送到我家 所以今天我相信的就是 外国Youtuber送我的礼物 那其实之前在她的video里面就有说了 会大概送什么东西 那其实被抽到之后呢 都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也不太记得她本应要送我什么东西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收到了三样东西 其中一个被打开了 不过应该是盒子的包装不美吧 不过我就还是一样一样介绍吧 那首先第一样就有一支Lipstick Pencil 那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一个颜色是随机抽的 然后就还有一个brush 这个很不错 还有一个盖子 盖着这个brush的头 那毛是非常的软 也不扎 感觉上涂房的女生就是需要用这种抓子 但是我还是比较习惯使用海绵蛋 所以我会试看用呗 如果我懒多洗海绵蛋的时候 可能会用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brush cleanser 我相信还是看到我的留言说 我非常想要洗刷子的肥皂还有工具 所以她就抽中我了 那这个盖子呢 就是可以让你将刷具在上面洗刷的 这个就是她的肥皂 那如果想看这三样产品的介绍的话呢 其实Claire的影片已经介绍过了 我就不再多解释了 在这里其实只是想跟大家说 如果你平时参加抽奖 你都没有中的话 那你可以不妨去看一下 赢家他们的comment 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真的 真的非常的creative 那我很明显的7月那个时候是生日月 然后我非常的幸运才被Claire抽到的 想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你没有赢过抽奖活动的话呢 千万不要灰心你 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继续去参加 因为有一天 你的偶像 你喜欢的YouTuber 你喜欢的easygamer 他总会看得到你 然后呢 就将礼物送给你的 我是Jo Bihana 双十一就近在眼前 我也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会继续开箱 那这次不知道开到什么东西 希望不要好像上次的Shopee99那样子啦 如果想看我双十一又花钱 应该说是浪费钱买了什么东西的话 你就一定要继续守住宝宝宝 记得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A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还有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我们的Instagram就快要送出 我们宝宝宝宝限量版的T恤了 如果你想要得到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继续守住宝宝宝宝的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这支口红用了两三次 先色度非常的高 然后还有一点软唇的效果 那开起来呢 它就有一个香香甜甜的味道 非常的好闻 然后唯一的坏处呢 可能就是它是用来削的 这个刷子的盖子呢 其实还蛮多余的 就放在包包里它都会掉出来 然后它的屁股这么重呢 其实这样战者是非常好的 洗了之后可以这样子凉干 那至于毛呢 是非常的软 然后也非常的扎实 我有用过它两次来涂Foundation 觉得剑头这个位置呢 特别好涂在眼下的地方 然后其他的其实还蛮舒服的 刷在脸上 至于这个洗刷子的工具呢 盒子质感非常的好以外 后面还有附带这个洗刷子的工具 然后肥皂非常的香 然后我除了拿它来洗刷子以外 我还有洗我的小小散粉铺 洗得非常干净 拜拜的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也是用Maybelline的这个 We Face Brush Contour的话 哇它这个刷子我洗的时候竟然拓涩了 整个都黑黑的 但是现在就表面上是没什么啦 但是洗水的时候就会整个都是黑色的水 那在这里呢 要谢谢Claire送我的三份生日礼物 我都很喜欢 那希望你能继续的制作更多更好的影片 我会继续守住你的YouTube Channel